看一下这一个考古题 这个考古题呢 它说画面呢 是台风雾风的画面 那你如果你有去过呢 下交流道呢 然后没有多久 我记得好像下去正前八个样子 九二一地震交远区 然后说从那里的外面呢 窗户可以看到合体 讲合体是因为一件事 因为当时错动车龙 不断层 把那个合体 把那个河岸 如果水不见 把那个河流 造成了高阴落差 地支刚好断层 有没有在河里面 有 有经过 然后这里说呢 因为有了错动产生了位移 然后断掉的地方呢 现在已经修复 人工修复嘛 没有 大自然有做了一件事 河流有什么 侵蚀作用 河流侵蚀 然后告诉你那里有做了楼梯 可以让你走路 要问你有关右边的图有关 这样子的地质现象 到底谁正确 我这里写了一句话 车龙虎断层 你一定要先知道叫逆断层 因为在具有性的板块交界 所以A跟B A正断层可以拿掉了 C平均断层也可以拿掉 只剩下B逆断层了 接下来的问题在哪里 Z1F 有什么意思呢 来你先看一下 我这里 我有过一话 然后我来答一个问号 意思我来误导你 或者你会这样一直想 来哦 这里看清楚哦 这里有阶梯嘛 阶梯我直接用绿色的箭条画了 哦 有阶梯 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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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断层面 一定嗎? 樓梯是冷照的還是大自然照的? 冷照的喔! 是因為有了位移 我們覺得有高低落差的樓梯喔! 你可以因為這裡說斷層 然後就說這斷层面 斷層面要上火山潭 我再打一個問號給你 確定嗎?樓梯是冷照的喔! 人只是爬來爬去照的喔! 你可以说那个楼梯刚好真的顺着断层面吗 我打了个问号 意思这里你把它当做下谈 我也会打一个问号 来我们来看 看我画了四张小图 然后你就知道 哦原来 所以 来我的四张小图呢 下面 我这里的分法是这样子的 我的左边这两个 我的断层面呢 假设就是你们画的 你可能认定的 右边这两个 才是真正可能的答案 来我们先呢 假设你们所看到的画面 我把它放大 放大 因为我要去看这两张小图 来如果按照呢 一开始你可能看到的照片 你就会觉得 哦对对对 它的楼梯 这个绿色就刚才的楼梯 那个阶梯的地方 对 有楼梯 对 有上盘 对 有逆断 逆断层 我右边的上盘 应该呢 龙起 所以这里比较高 你就内心 嗯 右边比较高 照片有右边比较高吗 照片有右边比较高吗 没有哎 左边比较高哎 左边比较高哎 你再看清楚 你再看清楚 我现在这张图左边比较高 右边比较低哦 哦这马路哦 合体哦 你有看到这里 合体 合体 左边高 右边低 有看到了哦 来回到这里 如果呢 站到刚才的推论的话呢 我现在呢 你就选了 我现在所画的这一个 有没有 两个在打架了 有 毛肚呢 因为你们的土 明明左边高 右边低 好吧 不然 会不会车容不断层 是正断层 真笑哎 明明车容不断层 是什么 逆断层 好啦 这张座 你不知道 我画了一个正断层 结果正断层呢 右边要怎么了 正断层 右边上盘 上盘往下运动 比较低 对啊 左边高 右边低 可是一个大前提 车容不断层 是正断层吗 不是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这两张图呢 我可以打勾吗 不行 都要差了 还是回到一个点 楼梯 就代表断层面吗 不一定哦 他现在针对这一题 叫做不是 所以来 我又画了两张 拉到右边哦 我又拉到右边了 意思也就是说呢 刚才呢 我这里打问号的呢 基本上我应该呢 更绝一点 叫做画 叉叉 断层面根本不是往右手边 而是往哪边 左手边 来 看一下我画的左手边 我把它放大 我把它放大的话 来 各位 看一下咯 黑色的是地表 然后呢 我现在断层面呢 就是我画绿色的 这里是断层面 然后呢 有了断层面呢 就有办法分辨上下盘 然后看位 断层面以上上盘 以下下盘 右边这张图 断层面以上上盘 以下下盘 然后我做了两个假设 一个真的是逆断层 一个是正断层 如果逆断层 好 上盘 向上运动 左边比较高 是答案吧 所以我这里呢 用了一颗星星 再加一颗细色的星星 如果你认为呢 是正断层 应该叫做呢 上盘往下掉 左边是比较低的 所以呢 有没有跟题目的 左边高相左了 有吗 所以如果你反应一块 你应该可以直接 把两张图做对应 拿两张 我画的正确答案 的这一张 跟这一张做对应 有吧 所以呢 我还是要告诉你的是 凡是有了断层 有了位 以基本上呢 有河流 或者陆地 都有侵蚀作用 不要以为呢 它拉屏的 就代表是地平面 不 就代表是断层面 只能够说 那里是裸露出来的 断层的位置 我画一张图给你看 你就知道了 这里有一个逆断层 可以接受吧 我现在手画的位置 这里有逆断层哦 但问题叫做 我把它拉过来 问题叫做呢 我现在呢 手的位置 你说这里 能够一直都是尖尖的吗 会不会因为风化侵蚀 这里慢慢不见了 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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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变平的了 或者直接呢 有一个高低的垂直落差 重点在这里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我刚才告诉你一件事情 不要以为楼梯就是断层面 没有哦 所以呢 意思也就是说 来我们看一下这里的选项了 ABC刚刚解决掉了 接下来问你上下盘在哪里 针对于呢 我的图 对应他 所以上盘在左边 下盘在右边 上盘在左边 一的选项 就这样了 对应该 然后再给我 让我来 我真是